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就算以下肖战和杨子这两位一线明星来说吧 他们凭借出色的表现和人格魅力获得了广泛认可 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公众眼中,他们的感情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主题 无论他们在哪里或在做什么,他们都会被讨论 尤其是他们的情绪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虽然两人合作得很好,但对于两人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真情流露,还是刻意制造的错觉 迷茫之中,两人都坦然面对,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他们不再只是恋人,而是工作上的伙伴,生活上的亲密朋友 在这个圈子里,不仅是他们,很多优秀的演员 比如孙洪雷,吴清风等,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而,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各种传闻 看来,无论是哪位明星 他的私生活总是难以避免公众的关注 为什么人们对名人的私生活如此感兴趣并愿意对其进行评论 也许是因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我们都想找点轻松的事情来放松一下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是名人还是平民 他们都有自己的隐私 这些隐私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我们必须改变对娱乐圈的看法 少一些猜测和评判,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我们必须尊重他人的选择和隐私权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 无论你是要演的巨星,还是普通的个体 都要学会互相尊重,营造和谐平等的氛围 让我们一起传播正能量,为这个社区带来更多正能量 让每个人都能过上真实、自由的生活 这篇文章旨在传达一个积极的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在娱乐圈,艺人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事业的辉煌 还有压力和压力 肖战、杨子等一线明星凭借出色的表演和个人魅力 为粉丝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引发热议 然而,无论是情侣、伴侣还是亲密朋友 当遇到别人的问题时 他们都会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他敢于面对现实、坚持真理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除了肖战、杨子之外 还有孙洪雷、吴清风等一些明星 都曾受到公众的怀疑和批评 为什么我们对名人的个人问题 如此感兴趣并如此愿意评判他们 可能是太忙了 想找点事聊聊 让自己放松一下 然而,无论是名人还是平民 他们都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 必须以理解代替判断 我们必须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对待每个人 尊重他们的决策权和个人隐私权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 实现自己理想的权利 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 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 都需要互相尊重 营造和谐平等的社会氛围 弘扬正能量精神力量 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美好的事物 本文传达积极的信息 恳请您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02 杨子接下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看过剧本和搭档 张晓龙坚决反对 这太可怕了 张晓龙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娱乐圈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演员们 过于关注剧本的质量 合作的演员是谁 待遇如何 而不是真正专注于提高自己的演技 他认为即使不是知名演员 只要有专业的演技 就有可能成为潜力股 他举例说 看《琉璃》时 虽然男女主角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 他们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其中 男主角诚意更是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他认为对于真正的演员来说 最重要的是重要的是与优秀的演员合作 而不仅仅是关心待遇和合作伙伴 句号 他以雷佳音揭拍《我的前半生未立》 导演首先给他看了演员阵容 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雷佳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角色 因为他相信与好演员合作可以提高自己的表演 自己的演技水平 他表示 以前选择角色时会看剧本 导演和演员 但现在 他会更关注对面的演员 如果对面演员的表现不好的话 这部剧可能就开不了了 有些演员一直在拍戏 但剧集就是无法上映 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 所以 在拍摄的时候 你所选择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你自己负责的 这不仅仅是演技的问题 还有性格的问题 如果你的演技有问题 或者人品不好 几个月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这个风险你应该自己承担 因此合作演员的选择非常重要 好的剧本如果没有好的搭档 演技再好也未必能带动整部剧 如果对手的演员演技不好 也会影响自己的表演 有些演员收到角色邀请时 会问自己要和谁搭戏 这样可以私下做功课 看对手的戏 熟悉一下 但也有一些演员不问 直到到了片场才知道要和谁搭戏 张晓龙这样的表演老师底蕴身厚 跟谁都能配对 以前 电视剧因主演人品问题而无法播出的情况并不多见 但近年来此类事件却屡见不鲜 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非常同意杨子的观点 那就是要看演员的性格 如果一个演员演技好 但人品不好 我自然会产生抵触心理 放弃看他的剧 虽然演技的欠缺还可以忍受 但如果演员赏心悦目 努力工作 我愿意等待他成长 有人认为 演员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就足够了 台下的表现并不重要 但事实上 在网络透明的时代 人品问题确实会影响演员的接戏机会和工作机会 明星演员的自我修养并不是私事 他们是肩负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 所以在艺术的道路上 道德是第一位的 02 肖战新战报 太阳属于我再次成为明星 春节荡芯片有望火爆 近日 肖战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他主演的热播剧《太阳》 属于我正在山东卫视上星 同时也在东南卫视上热播 这也说明该剧有成为经典的前置 受到观众和平台的高度认可 你被肖战的魅力所吸引了吗 你是否已经迷上了他主演的热播剧《阳光有我》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他即将上映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了呢 肖战 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娱乐圈的一种现象 他不仅拥有超强的人气和影响力 而且还拥有超强的演技和实力 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能引起轰动和关注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热议和好评 他是我们心目中的杰出演员和偶像 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之星 《太阳与我同在》是一部 以都市值场位背景的都市情感剧 讲述了男主角肖战士 与知名广告导演白白和氏 在工作和生活中相遇相恋的故事 该剧以真实感人的剧情和细腻温馨的场景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也展现了肖战多方面的演技和魅力 官方表示这部剧将会打破一些记录 而且肖战一直都在创造惊喜 所以这个成绩并不令人意外 官方也多次发文强力推荐该剧 邀请观众一起追剧 与此同时中华网也多次公布了肖战的新战报 并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和期待 肖战的粉丝也对他的表现 给予了高度支持和赞扬 同时也感谢卫视平台对他的认可 他们纷纷表示太阳与我同在 是一部值得反复观看的好剧 肖战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支持的好演员 他们还表示会永远陪伴着下展望未来 期待他更多精彩的作品 说到更多精彩的作品 当然不能忽视肖战即将在春节荡上映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 这部电影是根据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武侠剧著 讲述了郭靖肖战式的传奇爱情故事 本片是肖战首次挑战武侠题材 据悉 影片已完成拍摄和后期制作 目前正在进行宣传预热 肖战在电影中的部分造型和表演被曝光 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应和期待 有人说肖战的郭靖是最帅的郭靖 有人说肖战的武功最厉害 有人说肖战的眼神最深情 总之肖战饰演的郭靖已经成为令人难忘的新经典形象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部电影有望在票房和观众认可上取得成功 成为春节荡的一匹黑马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肖战会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征服更多的观众 成为娱乐圈的明星 总之肖战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和偶像 未来可期应该继续努力 作为他的粉丝和支持者 我们也应该给他更多的鼓励和信任 让他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力量 让我们期待肖战更多的新战报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